就是想問一問 我來過 卡彈一下 卡彈 你是不是保險的 我不是 我沒有保險 先咬你一腳 Hello 大家好 又是我 Amanda 你們的PTS特約報道員 今天來到大家熟悉的槍街做什麼 就是想問問各位師兄師姐 你們對BB彈有沒有要求 我不說那麼多 現在馬上去問 玩了Wall Game多久? 一兩次到 我玩了幾個月 五年以上 我玩了十年 我也是十年 前前後後十年左右 都好一段時間 都好一段時間 是 即是 六七八十年 五年二十年 我自身悶家 為什麼會無緣無故玩 怎樣開始玩Wall Game活動呢 由小到大 喜歡軍事題材 男生比較喜歡軍事東西 槍槍炮炮那些 帥氣 帥氣 英雄主義 英雄主義 白馬 因為爸爸推介 當做運動吧 嗯 我也要跟朋友去玩 玩完第一次就覺得很有型 問你玩Wall Game 你是用什麼槍 我們其實基本上 什麼槍都會有 當然 GBB會比較佔大多數時間 我就玩 GBB多 氣槍多 我就AEG AEG 選擇蛋的話 你們在用多少克蛋 還有什麼準則去選擇蛋 現在正在用0.2G 主要是做放題 有時候都不知道目標在哪裡 我們都是用火力震壓 我自己以前 就因為學生時窮 我就用0.2G 因為夠便宜又多 現在就開始轉用0.25G 因為0.25G 可能比較通用 有些人可能會選擇 0.2G 或者0.3G 蛋都要穩定一點 但我自己就傾向用0.25G 無論在價錢 和在我的支槍的設定方面 我都會傾向用0.25G 另外也要夠便宜 始終你練習每次 可能用400多粒 一包基本上你練十次已經用完 如果太貴 會影響我之後 可能吃飯都沒有錢 就是問題蛋 我們通常都用0.25G 用0.3G 因為始終穩定性好一點 重量好 沒那麼容易受封鎖影響 我用0.25G 怎樣為之好的VB蛋 簡單其實我因為要跟槍來給蛋 例如我打手槍的時候 例如IPSC室內牆 我用的蛋就會有機會用3G 因為我們要打鐵把 打鐵把的時候 需要的力度可能會大一點 至於你說 出到室內牆的時候 有機會用3G 為什麼呢 因為有風 有風就會影響難度 所以蛋的準確性 或者密度 那樣東西 我都會很體重 0.2G的時間 很少會做到很好的蛋 還有動力的問題 如果太重的VB蛋 可能蛋會飛得很慢 也不會飛得很遠 所以大約中間位置 就打壓0.25G左右 你覺得怎樣才叫做好的VB蛋 VB蛋最重要是 看它做的質素 無論你用多重也好 只要VB蛋質素是好 而且每顆VB蛋確保出來的尺寸 和質量是好的話 其實你用哪支槍都會用得好 因為如果VB蛋每顆做得不好的話 有機會爆一支槍 你一來會弄壞一支槍 二來你做出來的表現都不好 所以做VB蛋一定是工差要做到很小 有些師兄可能會卡開一顆蛋 看看裡面的氣泡 看它本身的蛋 裡面的氣泡多不多 要好嗎? 其實我不知道 那先生有沒有 好啊 最重要是不要卡彈 還有VB蛋本身真的要夠完 因為如果不完 很容易就會卡在槍盤上 令到玩就掃興了 好 訪問終於完成了 剛才也問過不同的星施者 多數新手的玩家 他們都會用0.2或0.25克的BB蛋 原因是他們多數都會用一些多發的槍 就會去派蛋 所以他們對蛋重的追求就沒有那麼大 反而如果越輕的蛋 他們還要越便宜 所以他們就會選擇去選擇0.2或0.25的BB蛋 而玩GBB的玩家 他們通常都會用0.25和0.28的BB蛋 因為他們對追求精準的射擊和穩定的射程都有追求 那些重一點的BB蛋對他們來說都很重要 而玩GBB的玩家 他們通常都會用一個單法的形式 所以重一點和貴一點的BB蛋對於他們來說 成本都不會構成很大的影響 最後一些會打比賽的專業玩家 他們都會相對上用一些重一點的BB蛋 我會用到0.28至0.3克的BB蛋 同時間他們對於蛋的精度和密度都會有所追求 甚至他們跟我說會切開BB蛋來看裡面的氣紅 另外他們對於BB蛋的光滑度和大小都會追求 最近有一個新興的品牌 它叫CL Design 推出了一個全新的BB蛋 就是以最佳的5.95mm直徑而造成 同時它的物料都是用漂亮的膠去造 可以防止大家所關注容易壞和變形的問題 再加上BB蛋的面子都被仔細打磨至良面的程度 這個級數足以滿足一般玩家至專業玩家 說了那麼多 不知道看影片的你到底會怎樣選擇BB蛋呢 在下面留言告訴我 喜歡這條影片的你記得按LIKE 順便訂閱、分享我們 還有我們留言下面 我們下一條影片就可以再見了 拜拜